我老公就是一個很傳統的人 為什麼要穿一個 男生的就是四腳褲 怎麼不能這樣 因為他很鬆很舒服 然後他就說沒有 你需要穿那種 比如說緊身的 這件褲子是凡哥的 我老公就是一個很傳統的人 所以他已經有很多東西 壓在我身上 覺得女生不能講髒話 女生就要有女生的樣子 有一天我就在家裡面 他就看了我一眼 他就說 妳是個女生 妳為什麼要穿一個 男生的就是四腳褲 在家裡面走來走去 很舒服耶 在家裡面很舒服 我說等一下 你們不是都這樣穿在家裡嗎 對啊 為什麼妳就是男生 那女生就不是四腳的 為什麼妳 女生也可以四腳 那這樣就不是女生 為什麼 還是不要穿 我覺得這樣還是不要穿 男生一直說 沒有一定要這樣 男生沒有一定就是四腳褲 男生那如果男生不穿 男生貼著三腳褲 他意思是說 因為我不穿 乾脆穿丁字褲 不舒服啊 女生也不舒服啊 不是 他的意思是說 我不應該這樣隨便穿 我應該在家裡 也是要有一個家裡的樣子 出門要有出門的樣子 那有一天我就穿了 這一這樣子 我就出門了 他就跟我說 他說 你發生什麼事 我說什麼什麼事 他說 我說沒有 現在就很隨興 就是我就是一個長梯啊 然後裡面就是穿一件這個啊 就這種格子的 對 格子的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 而且因為它很鬆很舒服啊 然後他就說沒有 你是要穿那種 比如說緊身的 這件褲子是反隔的 也不好意思說 我也有一件 一樣的 一樣的 等一下 你確認這件不是 我就穿在裡面 我就穿在裡面 對 你都可以穿 為什麼我不能穿 因為這是男生啊 沒有 真的 就是這樣穿起來很時尚 你會不會覺得很 就是很OK 有感覺 蠻色的 男生也有風格 對啊 而且為什麼不能穿 它很正常 它不露 我想法是這樣子 如果你要求我做什麼 那我也可以替條件 對 比如說你要求我要有什麼 女人的樣子還是怎麼樣 好啊 我也替條件 你去賺錢 好啊 我就穿 你沒有辦法 那就抱歉了 我就想要做自己 做你自己 因為衣服是我買的 關你屁事 我穿什麼 對不對 我之前在學校 也是在俄羅斯 就是我看了那個Emma Watson 她就剪了一個短頭髮 像男生的那種短短的頭髮 然後我們都在討論說 很帥很漂亮 我要說好 那我也想要剪 就是差不多這樣子的 對 就是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對 然後我也去剪 然後我去學校 大家不在的時候 我的女生朋友說 很漂亮很帥 好 大家在的時候 她說什麼 男生在朋友去開始講 對啊 我覺得女生 就是一定要有長頭髮 女生一定要有留長頭髮 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一定要瘦啊 我想說 對 你有六百姿嗎 你自己帥嗎 你有胸肌嗎 你自己有賺錢嗎 你喜歡短頭髮還是短頭髮 你是還好的嗎 不好意思 我覺得有長頭髮 你看 你真的怎麼沒辦法接受 我老婆也是剪短頭髮 我兩個禮拜不跟她講話 因為妳故意嘛 妳就明明知道 沒有 我沒有故意 妳就是想要舒服 明明知道我喜歡長的 你知道我不喜歡妳的意思嗎 真正的愛 不會因為女生的 對 是真的 你就是希望這個人 那麼多條件 我跟你講 那個男人很天性 就喜歡長頭髮 沒有 家人喜歡短頭髮 以前我那個 一個朋友 他老公也是在他面前都說 喜歡短頭髮 像有一陣子就很流行 對 有一天這個老公歪癒 他就被抓到了 那個歪癒的對象 就是長頭髮 沒有 眼睛還是剛才 他披肩耶 你為口天下服 真的是為口天下服 我只是分享一個故事而已 隨便 不信妳問天人 天人來 妳說 因為我 好啦 我自己 我自己本身是長髮控 我覺得我自己長頭髮的時候 比較好看 但這就無關說 我要管別人長髮一段髮 做自己 我覺得比較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是 我超不爽 就是有時候看到一些網路上的人 就在那邊批評嘛 不只是我啦 可能還有其他的一些公眾人物或什麼 他們就可能會說 也不行 太高 也不行 就像巨人一樣 太矮也不行 太矮就說 對啊 一下子被人家說老 我就想說 為什麼 我臉上多幾道皺紋 我就是老 我就是沒有行情 那男生呢 男生也會老啊 男生那個皺紋是智慧 你知道嗎 那女生是什麼 什麼都是這樣 對啊 然後我突然想說 起碼我也是就是生過小孩 然後也是經歷過帶小孩這一段 所以多多少少看起來 的確是有點疲態啦 但是我真的非常討厭人家 說我老這件事情 然後比較印象深刻是 就是之前小朋友生病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剛好去工作 然後製作人看到我他就說 他說天然 我怎麼記得你以前 以前 以前的皮膚是很好的 我那實在講過以前 對 我想說 誰以前皮膚不好的 然後他就說 以前皮膚很好 現在怎麼感覺 好像 你的妝是浮粉嗎 還是沒有畫好 誰幫你畫的 然後他就說 算了 算了 你生過小孩 我對你要求不用太高 真的 這句話 超討厭 生過小孩這麼熱 生了小孩到底怎麼了 我就老了怎麼樣 我就不是二十歲的人 我就已經三十歲 你要怎麼樣了 對 然後可是 我老公老還沒脫刀 可是 心裡面就還是 沉不住那一口氣 後來我就上網找到一個 小法寶 它就是 直接用喝的 就可以 然後今天有帶來 給各位的姐妹分享 來分享一下 厲害了吧 我真的覺得製作人是瞎了嗎 你現在狀況超好的耶 因為你不講 我真的不知道你有身手好 我現在看妳就很痛很亮啊 妳這一陣子是做了什麼事 有這麼大的態度 我是最近真的超認真在喝耶 這個是那個 對 然後裡面有那個 嚴選日本殿堂級的 那個膠原蛋白生態 對 然後它裡面 一包就有五千毫克 它的分子非常的小 所以一千道爾頓 一般膠原蛋白分子比較大 對 那這個小 所以它這個就會特別好吸收 對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它裡面有加 超級天然植物多粉 對 然後這些東西 都可以相輔相成 然後讓你就是 有禮到外散發 更彩這樣子 不看不知道也看嚇一跳 大品牌 也是我最愛的品牌 對 妳過去都 長年喝他們的雞雞精 而且這個 電窩也很厲害喔 人生影也很厲害 對 那個大品牌 你最愛的人生影 而且我們那個演藝圈 無數人都愛用他們的 然後很多那種貴婦 巨星 對 港星 都是希望 他們唯一指定最愛的 對 妳也是國際巨星 是 我是為了當巨星才喝著 對 因為這樣子我就跟那些巨星同志 是不是 我會是希望這樣 這個是膠原蛋白喔 對啊 怎麼跟我們 我印象說膠原蛋白不一樣 你們有喝的感覺不一樣 應該都沒有喝到 酸甜甜的那個味道 沒有腥味 很清爽 其實真的太多太多 膠原蛋白的產品 喝起來真的腥味 酸梅汁的感覺 然後我剛剛有說 它有女神光的一個原因 為什麼會叫女神光 對 因為它裡面這個 膠原蛋白是很多 國際一線保養品品牌 就是專門用的 喝起來就是有那種 貴婦感 很有高級感 不過你剛剛講 這個膠原蛋白 我們是都懂 你剛剛那個什麼 超級天然植物多分 它裡面有四款 超級天然植物 然後有 五花果跟 西印度櫻桃 還有山楂跟甜菜根 那它這裡面的天然多分 跟維生素C的含量 是非常高的食物 因為維生素C 其實跟膠原蛋白 是很好的一組搭配 因為它可以 幫助膠原蛋白的合成 基本上我們上了年紀之後 就會很像是氧化的蘋果 對 會鮮老 就是因為我們缺乏氧分 對 它可能會有點皺皺的 或者有點辣黃 就我們的皮膚 會有點乾乾的感覺 所以就喝這個的時候 它就可以 從裡到外 可以保養得非常好 然後也會 比較白裡透紅一點點 就是 因為有時候真的 臉色暗沉是 連化妝都蓋不住的 對 然後你怎麼樣擦腮紅 你真的是白裡透紅 對 就是現在氣色 就真的很好 博恩姐 你擦我昨天 睡幾個小時 你昨天嗎 你其實 感覺你睡得很好 感覺我睡超飽的 應該至少六到八小時吧 沒有 我跟妳講 因為最近剛好 剛過了我小朋友感冒的 那一段日子 感冒喔 那我這一個禮拜 真的每天大概只睡 差不多三個小時到四個小時 因為沒辦法 因為在半夜咳嗽什麼的 然後我真的沒辦法睡 然後白天又要工作 那妳看 妳真的看不出來 對 現在其實 氣色超好的耶 一般人如果 讓長時間睡眠那麼少 那個一上節目 坐在那邊都跟得肝病 沒有 真的 整個臉都垮掉 對 而且很乾 很多那種市售產品 其實滿多都會添加一些 比較不天然的東西 可能像是那個什麼磁激素 我聽過有一些 是有加磁激素的 對 然後還有加一些香料 讓它喝起來更好喝 可是他們家是 完全沒有加任何的 化學物 就是非常天然 百分之百植物萃取 百分之百的植物萃取 那真的很棒 然後它還有這個 就是它是 然後像我自己就是 身體期前後 我就很喜歡搭配它 基本上就是 私密保養 也能一起照顧到 就是一舉兩得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 曼月梅有夠高的 一包喔 對 妳說一包喔 不是一盒喔 是一包 對 它就是一包 它的就是 成分加得非常的大方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女生在讓自己的狀態變好 自己看了開心之外 別人也比較不會去說你什麼 太好了 好 今天給大家抱怨那麼多 也紓壓一下 好不好 讓我們女人紓壓一下 對對對 男人對女人好 也是對自己好 沒有錯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